深山藏鼓洞 洞中运碧水 天地沧桑远 乾坤日月长 大家好,我是小茉莉 上集我们说到 本系水洞内的石灰岩 就是在五亿七千万年前 澳陶系这个时期的 夏桶亮三组和 松桶马甲沟组时 受到研化作用发育而成 后期由于低窍运动 海水褪去 这里便缓慢地抬升为陆地 石灰岩在地质运动中 受到外力作用 不断地进行融使 在经历了一万年的时光 焦灼后 便逐渐发育形成今天的水洞 这种融使作用 至今仍在继续进行 可以想象在经历了几百万年之后 本系水洞奇特的 喀斯特景观 才会更加地峰之错约 谢兰多姿 那么喀斯特现象是什么 下集我们接着了